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飞所拿的刀是二代鬼侧 也就说这把刀应该是给锁龙所准备的 毕竟锁龙的三代鬼侧的使用也是有些年头了 而且三代鬼侧是锁龙三把刀中唯一一把名刀 所以被更换的可能性极大 而和之国的是武士之国 在这个国度中一定会有一个情节来展示武士刀的 而宝刀配英雄 锁龙也是展示这个场景的最佳人选 其次就是陆飞和锁龙的见面 既然锁龙和陆飞能够见面 很大程度上说明锁龙又一次迷路了 而从嘴里叼着东西来看 锁龙扮演的浪人也是十分到位的 同时两人这次见面也可以肯定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陆飞在医治郎小玉之后 大伙们将会进行会合 最后锁龙和陆飞则在对话中说 锁龙们不然给他们冒事 而锁龙和陆飞又说办完事 向他道歉 是能够说明陆飞和锁龙开始要和霍金斯打仗 对于霍金斯的身份和立场 我们一直无法确定 此次战斗也正加剧了对于霍金斯身份的猜测 不过在警卫们之前的劝告无果的情况下